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 比较另类的阵容吧 那观战方这边上的是一个立地虎加魔方侧 配合着盘司加咒识普陀的一套阵容 开了一把虎阵 那对战方上的是一个四宝一 女儿武装的双风配合着化身子 加地虎的两大辅助 抱着一个三嫂大头 一把鸟这也是有大客 直接出连破 对面应该是点的那个第一次 横扫千军直接出连破的筋脉吧 咱们看一下 没有点这个必出连破啊 人家就运气好 第一次横扫千军出了 他点的是那个加伤害的筋脉 看一下观战方这边立地虎和魔方侧的一个配合 那观战方这边魔方侧点的是那一个五次 武装咒以后啊 他会触发一个秒五的效果 没有点那个分身 就观战方魔方侧是没分身的啊 就这个怒婷 怒婷叠加到五层的时候 观战方这边就可以实现一个秒五了 那个爆发力还是非常的强的 一般 观战方这个打法就是 等到要秒五的时候 他就会起这个中 对面又出连破 就会起一个中奎轮道 把自己的状态加得比较好以后 直接打一波爆发 立地虎这边也是想飘飘漫天啊 我得照继续叠加自己的一个状态 魔方侧人就是比较稀 偶尾看一看还蛮新鲜的 但这个门牌确实是不好用啊 这实话实说 你可能低等级影响还不算太大啊 但是你到了高等级 你是一个秒二的话 属实是有点力不从心 你秒二的法系 他不好用啊 压迫感太低 继续劈 已经第三次了 对面打头的运气不错 挑中两个 咬铃铛给龙龟 化身死 再回口 对面打方这回合 可以接着横扫 摸紧一下 抢一把速度啊 对面是拿到一道四速的啊 这个速度拿得太离乎了 真鸟铛 哪一道四速啊 关长风确实不好打 所以刘云爵 补也补 一尾杜江也加了啊 稍后对战风也可以把一尾杜江去加上 立地虎继续飘漫天啊 关长风立地虎的伤害是确实不高啊 之前他也玩过天机晨舞 我好像给大家做过 反正关长风这个 团队啊 就是喜欢玩一些花里胡哨 你说至于为了赢吗 也不为了赢啊 其实他们一晚上 尖辉也赢不了几场比赛 打个十场 能赢个两到三场就不错了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输的 但是人家还是爱玩这种阵容 那没办法 那就说白了 人家纯粹就是为了玩游戏嘛 猪天看护再加上 哎 立地虎继续飘漫天啊 也是飘出来了 伤害不够漫天来凑 这边是四层的怒婷 再秒一次就可以触发秒五了 看一下秒五以后 关长风这边会不会 把这个中奎轮道直接开起来 对面暂时肯定是打不进来了 当三嫂大方还没有十一层建议的时候 嗯 只能算是一个高宫宝宝 下的藏刀 继续扫 已经有三层的建议了 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 毕竟出了两次连破呢 扫黑一个宝宝 连破有没有 哎没出啊 不能落出 落出就得报警了 五代咒 那下一个五代咒 就是秒五了 顾一下一千三 那关长风这个紧箍咒 顾的效果是刚刚好的 对面判官令来打毒来了 呃 打完来了 呃 一千三 就是刚好能守住一个九转的尸体 打剑慧 刚刚好够用啊 那关长风这边还是同样的思路啊 把中回轮道给开启了 看一个大金 对面罗汉也结束了 这回合关长风刚好爆发 点了这个秒五的金脉 他就没有分身这个技能了 分身本身是可以给方寸 提供20%的法术伤害加成的 小嫂 对面响点杀 容易贴保护啊 霍甲树认手 水清保了一下 魔方寸 贴保护 扫不动啊 这大头 第二下厉害 第一下应该是出黄金价了 呃 又出连不过 呦呦 四千五千 啊 你说他好不容易 开了中奎 也就秒个四五千 啊 这跟魔王 不在一个层次上 当然这 这没法比啊 你因为 如果关长风玩魔王 也许也没那么高的输出 这张飞镖 继续 163 这波爆发也是没打出来 关长风 这边这个立地府啊 一直在那儿滑水啊 一直在那儿飘漫天 他那个伤害 确实低 白鬼失魂啊 直接不飘了 直接开始打面伤了 哎 确实打不动啊 这一千多啊 横扫千倦 对面继续叠 黄金价是可以抵消掉 百分之九十的伤害的啊 是相当的离谱 那个黄金价 那关长风这边 只能期待他下一次爆发了 啊 这次爆发没打出效果 进了 给武装 这两方大方已经有了六层的建议 十回合六层的建议 十回合六层的建议 什么玩意儿 继续白鬼失魂 九百 六层的建议 有罗汉的 中魁增加的是百分之七十的上 大多数的魔方村也都不会点这个秒五的经脉啊 点的都是那个分身的经脉 分身主要第一次能保护自己啊 第二次 有百分之二十的稳定的 这么一个输出加成 肯定比这个秒五次多秒三个 这个更划算 当然关长风这边肯定也是为了玩的开心嘛 大哥你是连破搞批发的吧 谁会和七层的建议你还出连破 少了七次 连破了四次 这招这么个节奏差不多 二十出头你就有十一层建议了呀 啊 关长风出龙公孩子了 发现魔方村现在有点靠不住啊 龙公孩子 战敌加一加 紧不住反正也套上了 狠扫又来了 两下 铁主 龙卷欲接 走你 哦 出法莲 走你 出法莲就厉害了 哎 没出法莲还好 出法莲这就指定就不太好搞 关长风也是强行打开了局面 把对面地府和大同双双弄死 此行救起来 化身四 头上有落花 选择了珠子退 嗯 还得给女儿村去卡一个回春 不然下回和女儿村就没了 卡了一个回春 但这个时候武装怪也倒地了 没办法 刚才确实是被这个龙国海的武装怪 也被秒了一波 再换虚迷 关长风这是要拼命了呀 关长风似乎发现了什么问题啊 就这比赛不能往下拖啊 由于对面大同这么一个不连坡的节奏 要往下拖 关长风心理负担就越重啊 对面地府选择了偷的一个酒 来了一把金金 看地府偷的是个蛇胆 关长风直接开无间了 那这个无间的话 对于对面的效果是相当的差的 你反正是个大堂就一个大堂 关长风这边会更占便宜一些 六千 五千 某防寸 下一个直接就秒五了 下一个直接秒五 中奎论到要不要再开 中奎的CD应该是到了吧 差不多了 14回合 刚才是7回合开的中奎 七个回合过去了 七个回合过去好像CD没到啊 哈哈哈哈 下个回合15回合8回合CD 哎 这个中奎是几个回合CD 8个还10个来吧 哦 8回合 那15回合 那15回合刚刚好中奎论到的CD刀 金鸟 给化身 指令这个金鸟给的谁呢 哎呦 真的是给的化身色 射魂也给化身色 我在说 七千四 差点给屁死 头上还有个紧箍咒呢 去迷 能秒一下就行 来 秒一下就行 800多 化身色没了 化身色没了 就秒出这一下就可以了 对面红带啊 给自己打了一把天理铜手 那关张峰这个挠你啊 要啊 化身色没了 化身色啊 看一下身上是几个回合的大死亡 七回合大死亡 水清 宝宝方寸 啊 莉莉弗上去可以把 武装怪挠死 挠死以后 附带小死亡 三回合 看一下关大峰有没有点那个经脉 啊 这个莉莉弗 有没有点那个经脉 点了啊 挠死以后 复旦三回合的小丑啊 平时可能这个莉莉弗伤害不够啊 但你有天地可就不一样了 一把金青 回了一千九 脑不死 也就最多 这莉莉弗最多也就能打个三千码啊 生死菩提 生死菩提 防法术 对面也是给自己的女儿卡了一五龙的 打开 贴保护 哎哟 打了将近四千的伤害了 主要是他这个魔镜啊 速度没配上 关大峰这边是抓机会抓的快 只有这个利蒂夫打死了啊 才能有三回合的小丑 别人打死不算了 魔方寸 别加练魂 只要是他参与进攻就可以 不非得是他秒死就行 只要他参与了就可以 利蒂夫这个是必须他打死 自己打死才行 一把破碎 打死以后啊 三回合小丑 直接给武装官盖上 武装空难 小丑到地 还没有化身子 归例如师 女儿投酒 现在也只能金庆 没别的选择 选择的先换个宝宝 换洋户 主要化身是大死亡还没到 女儿村这个酒 偷完了以后 没人给你活血 你不还得死吗 这女儿村 你不放大特技 你还得死呀 破血狂攻 再带一个三回合小死 打逃命血线 也只能去平A了 七枪 差一点点 下回合有个毒 如果这个地府被毒死的话 也是有三回合的小索的 卡了一个大金 可以 毒死也是有的 因为也算是利地府打死的 小脸藏刀 再给一下地府 白鬼 又是三回合小索 孩子也被敲飞 对面拉起化身寺 可以把这些小索 全部吸走 一个不留 大哥你这魔镜就别加了 加不上的 你这速度差的 天差地别的 你这魔镜 你不早就应该看出问题了吗 你魔镜跟不上你的速度呀 慈禧洗澡 全部洗澡 化身寺 洗澡以后倒地 对面宝宝被鼓死了 化身寺 站起来就干了一件事啊 就是 石灰和小草倒地啊 这就是对面化身寺 站起来干的这点事啊 站起来就是为了中小草倒地 一万七千九 女儿村 四行 来个 四行 但没化身寺呀 二年 五行 四行 四行 五行 所以 四行 五行 四行 六行 五行 中了大死亡的话还能 对吧 除非养护提前拉起来 但中小死亡 那你就实在没招了 对两方是不具备去逆境的条件 不具备逆境条件 八回合的小死 对面看这个样子也是要放弃了 这没法打 但只要对两方想辞好 他可以一直辞 毕竟速度拿那么快 想辞好就可以辞 但没必要 这小鞭子啊 抽的 七千三 中奎论道又来了 估计关键方这边 哎呀又要秒五了 我就说怎么又开中奎了 那你这个秒五好像 没这么多目标了呀 对面武装再抽个宝宝就行 武装也没了 跑了不跟你玩了 哎你中奎 不跟你玩了 想秒五没机会 精进行 活血应该活的是这个 魔方寸 这个孩子他不配素啊 八千 六千七 比赛结束 感谢大家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赞 谢谢兄弟们 拜拜